提供每日最新市场资讯 商品货币 股指期货 不同产品如何部署 Record Finance全新节目 敏感辉 凯凤 敏感期权谱 早晨各位网友 来到星期三的敏感期权谱 6月10日 各位网友 声音画面行不行 可以告诉大家 另外继续帮忙订阅Record Finance的YouTube Channel 到82,000我们继续努力向9万进发 答应过的一定会做 我们已经在筹备三个新节目了 真是忙得很忙 一定要希望担保大家接收最好的资讯 早晨早晨早晨 好了 文錦sir 252今天出现了 可以可以 继续 因为昨天大家想着下午出现了 谁知道他差一步之遥 今天到了 还要是昨晚 昨晚美国队 队完之后他今天到 有很多好消息的 最大的好消息 当然是香港如果那些企业 真是关乎国际性的 就有政府包底 这个其实是好消息 还有最好的消息 你看到今天 铺天盖地的大行 全部窗淡国态 嗯 竟然 因为很多都做了谈 大佬你政府进去买 他怎么淡啊 大佬 今天一开升了十多个百分比 政府都叫做OK 没问题了 拿着国态那些 你说供不供的 正常就应该不供的 正常应该不供的 因为你弹斗回上来 如果你能走掉就走掉了 因为你这三年其实那个营运是很艰难的 没有啦 这家企业很差 是 营运不行 是的 营运各样东西都不利 你今天有十几个百分比 给机会你走的 你就走啦 因为公股你真是熬了三年 还有现在政府注资 是足够他营运一年 如果一年之内 他那个旅游出境的环境 还是那么差 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今天有机会赢钱的 那就应该食股啦 但是通常如果拿着国态 都是坐下来的啦 就是输少当赢啦 难得升回十几个百分比 公股的就是十一公七 你有些稍费的 很麻烦的啦 是 要搞到他这么溜灯的 是啊 那你自己计算啦 那我自己就幸运没有的 你让我选 我就宁愿买泰A的 十九啊 泰A好过了 泰A今天升到多少呢 今天泰A升一点的 一点几个百分比 你泰A四十几元 你泰A你如果香港那个房地产不死的 他这些收租股呢 都是一只优质的股票 那你宁愿拿这个 你拿这个等于拿国态的啦 等他工好过你工的嘛 嗯 没错没错 好 那暂时是这样啦 那麽首先文敢说提及过美股呢 就终于回一回气啦 尤其是导致方面的 因为最主要因为最主要他是 今晚联储局议息 那你意识之后呢 意识之后呢 他是会 会 讲些什麽呢 不知道嘛 但他所有东西都已经出了 所有东西都已经出了 例如他那个 减息呀 他那些买债呀 各样东西 无限QE呀 所有东西都出了 所有东西都出了 那你就要看他什麽呢 看他讲到有些通胀的看法 就是如果他是担心通胀的呢 那就 就窄小一点的 他担心通胀就是说 他那个要行那个 宽松货币政策呢 就烦了 因为他起码两年之内就不加息的 嗯 但是如果万一一个通胀 就是一个 那过去那十年 过去那十年那个 量化宽松呢 就 保重保重保重 是 过去那十年的量化宽松呢 他就没有 没有 通胀来的 但是这次他们多了很多 很多那个 财政政策啊 各样东西 可能会 会有通胀来的 那真是不知道 那就看一下联储局怎样去演绎啦 如果他那个通胀的目标还是很低的 那大家就不用怕 那就继续炒 你看着纳指就行了 纳指都说他是要创新高的 创新高破一万啦 是的 所以昨天有个网友 香港人很喜欢这样 很喜欢找一些强的 所以 如果你问三只孤 其实真的宁愿找一只导致孤 当然现在有些马后跑 因为纳指真的很强 有个网友就孤了 但是他还没 先说一下 都OK的 现在都 都不是太OK的 都仍在夹着 他就9995 沽了纳指 现在就在坐10几点 那 最主要呢 我们昨天都是说 纳指好像要上 但是你说 Dow的穿位 应该是沽的 结果都是 纳指试了上一万 那你试了上一万 第一次 当然当然是站不稳的啦 那你不要让他站上第三次啦 因为他现在 现在的科技股 很神奇的嘛 他一走上去 因为你 你传统经济 你可以估计到他 真是不行的 真是有麻烦的 但是实体经济呢 实体经济呢 是 传统经济呢 你就是 预测了他的差 但是你这些科技股呢 你不知道 那个市场的变化去到哪 因为你 自从这一次疫情之后呢 你很多科技 很多各样的东西呢 就是改变了人对于科技股那个看法 对于整个科技股的板块 是改观了 有些钱是冲进去的 还有我们做散户是很简单的 我不会理他那个经济很坏的 你炒纳指就最快嘛 所以美国的散户都是涌到纳指的 所以他昨晚 昨晚你的道指跌也好 他还是继续炒的 继续炒的 有个网友昨天就说 多谢文甘sir 昨天就沽了道指 吃了糊 那就恭喜你啦 他那些位置一穿就下去了 不过昨天是刚刚他落到 他真的落到二五一几弹上来的 都真的很准确的 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跟他拗颈 不要跟他拗颈 有个网友就是Russell 他就说 我估他打错了 他就说 卡州就真的 应该不是1418 应该是1518 他就说 我估他应该是1518 至22的位置就射了下去 那夜盘就在1524 那附近 他就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位置可以参考 会不会跟纳指一样慢慢走上去呢 这样的 不跟的 不是跟纳指的 Russell 这些是中小企的 中小企他有贴线 那就好炒了 但是他 他昨天 其实Russell 他来到这些位置 他是想破上去的 如果Russell 你见他再过到1550 那可能就真的会来到一波 他会比较厉害的 就是会真的上到他差不多上次的高位的 但是你1550是多厉害的 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你真的拒绝Russell 你过到1550 你就才好去追他 不然你这些位置大胆的去兇他 你stop就真的要 要放在5550那些位置 他抽穿 他未必是今天 总之你短期内他抽穿 抽穿上去 如果Russell 可能会再抽穿上去 OK 昨天有位网友拿着CHK 你昨天有没有离开了 我记得昨天我们说起码都走三分之一 哇那只CHK 不是升了上六七十元 一天跌回二十四 回归原点 这个真是很好的教材 他很多美股就是这么神奇的 我昨天那些 很多都跌了 六七个百分之一 因为真的他夹上来那一刻 是很硬的 但是很多人真的走 真的继续 所以因为你去到升了这么多天 升了整个礼拜 明天又联储公议息 很多朋友都认为 昨天还有两个问题我回答 有个问CASK A和CASK B和C 美股的分别 CASK A有投票权 CASK C应该好像没有投票权 但是大部分好像是一些基金 那些洗费便宜一些 那他们如果是持久的 就多数买CASK C股票的 那我们通常都不会买的了 就是据我所知就是 我们这些普通散户的 就买CASK A的股票就可以了 不用买CASK C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那个 3081和2840的分别 就是两个都是黄金ETF 一个是SBDR 就是美国的 一只3081呢 就是价格的为你的 但是它两个 都是金的 都是买实金的 还有可能的尺寸不同 所以它的股价是有不同的 都是投资黄金 就是实货黄金的 就是他们收了你的钱 是会买金的 但是你们好像就不 这只SBDR就可以提金的 我有印象 但是3081可能不可以提金了 但是都是黄金实货的 ETF 那你们 还有昨天呢 那个金呢 就原本一直一直 我都不是看得那么好 谁知道昨天呢 就很衰不衰 就被我撞到一些东西 是 大淡仓 你当它是1696到1703 开了个大淡仓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夹一夹 就是说如果你做淡的金呢 你要穿 95、96才能做淡 不然它没那么快放 放这个淡仓走 没那么快放这个淡仓走 昨天撞到的 昨天撞到 那些好友 要不不出街 一出街 一出街 你就知道我很怕出街就是这样的 昨天我和欺笑喝下 下午茶 在这家茶餐厅上 那么疏忽 最有趣就是 和欺笑聊聊天 我和欺笑都停了 因为那些朋友坐过来 和我聊天 我都不好意思 小心啊 不要多我八个人 最好笑就是 一坐下和欺笑聊天 有人和我打招呼 接着还有 第二个又坐过来 直接坐过来和我聊一会儿 所以我不出街 因为出街会听到很多东西 看到很多东西 好消息的 就是说 这些东西我可以discourse的 可以告诉你们 那我告诉你们 那我最最初撞到个老友 哇有个大淡仓 那我告诉大家 就是这些信息 就是我昨天有个大淡仓 不代表他昨晚没有打靶的 记住 就是我不知道的 总之我那个时刻 我知道死了 这个仓一定要夹 这么大的仓 当然夹夹夹它先啦 记住 就是如果想做淡呢 要低过96了 要低过96了 现货? 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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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 我通常正常 我照是放位买的啦 如果你要买期货的 期货买是95到齐头的位置 就是去到那些位置都是买的 未必跌下去的 暂时看着 95到1700是买的 如果现货金呢 现货啦 现在说现货 就是91到95 现货金91到95买 期货 就95到1700买 OK 昨天的 position不代表今天carry下去的啦 总之我听到什么 见到什么我就会告诉大家 我告诉你 这个日圆有个期权 他真的走回去的 就是这么巧的了 就是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看不到 看不到news 我不告诉你 我见到我一定会告诉你 就是他们的position呢 就是 应该昨晚应该做了啦 昨晚纽约卡应该 应该清晰了啦 清晰了啦 我今天早上都没去看 有没有什么到期 是 我记得我就会去 看一看 应该还有个10690的 10690 10690日圆 还有5亿多 那你看看会不会 再走低一些 行到那些位置 你拿了日圆就走得了啦 就是你 你现在的日圆都是炒来炒去 1063 10690 就是1068都不穿啦 106 10680 10 10980之间 三百点上落 就是这样啦 我见到什么就说什么的 是的 有些梦有很多 多谢文錦sir 真诚分享 没错没错 今天就继续讲金啦 金也讲了啦 那银呢 银有没有什么 呃 位置看一下呢 他昨晚的走势 初初都漂亮的 但是上下上下 金上了 银不肯上 金是飙了上去 那银上上下就不走 那不走呢 大家就小心啦 17.75 如果过不了 你可能要计一计数先啦 你过到17.75 现货呀 过到17.75 去到18你都要计一计数 他不肯上呢 就可能有些盘 埋单计数 那他 淡就没淡的 穿17.75 就 就在警号啦 就在警号 记住 记住 OK 好那就刚才说到外汇 那我们回到外汇市场那里啦 刚才文錦sir说日圆 就先说日圆啦 是 很多网友都问日圆的 有一个就是107.90就缩了日圆 那他说会不会 去回109.30 那另外一位都是差不多啦 都是1076至1078左右 又是沽了日圆的 又问他是不是去回1082左右 两个人看待 有的 有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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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这个日圆都是上落市而已嘛 即是他下面 你却在 roku1078 1078推进了这些位置 照计数就差不多啦 但昨天有 activity 对 很多的用ilia 美股又抖一抖 金又飙 日圆又自不然 避险资产突然间有些少买盘就涌上去 涌完这一阵 日圆如果你看经济就要卸下去 108 30 108 80那些位置一定能走得掉 一两天货就可以了 你看今晚鲍威尔说什么 如果鲍威尔是偏英的 那就测下去了 因为它已经夹到没有朋友了 它负利率一定不会讲的了 它今晚其实应该没什么讲的 如果你没什么讲的 美匯来到这些位置 其实就要有少少反弹的 所以你们沽了日圆就应该走得掉的 沽了日圆就走得掉的 我买了日圆就这样放在那里 我不给它 美汇指数继续沉底 九六四 九六半都穿了 它九十六应该就不穿了 不过它的反弹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我觉得这些位置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不过今天星期三 明天听一下KC博士 KC博士看得美金很淡的 KC博士看得美金很淡的 它看得美金很淡的 应该我看得美金很淡的 因为我上个星期又和他喝过茶 又喝过茶 好 去一去 说些非美货币 欧元还是挺硬的 欧元昨天散过下去 然后晚上就兜督将军抽一只上去 抽穿113230就飙了上来 现在就在11340多 欧元其实都应该是低买的 可能他们那个 都是憧憬它那个旧抗疫基金对板 下面你会看到11220到11250那些位置还是能买的 上面接近115你就计数了 不要大贪了 欧元是很关键的 因为我们通常在下面 108多109半过了就看112 试到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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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平均线的看肚子的人的位置 所以就要顶几页 它顶穿了就115了 115一个就放置要了 但是你又要看欧洲的经济是不是对板 欧洲那个抗疫基金 好了你帮到是什么时候回来呢 因为今天有些朋友 他说最近全世界的股票的pattern是一样的 如果你看图是 总之你德国也是这样 其他法国也是这样 亚洲地区的图全部都是一样 在下面咬着腰上来的 是 就是没那么巧 唯一一个不同的就是香港的图 所以我经常都说香港是有些落后的 所以最好就是美股调整 我经常都说2500点 2500点很快 又去到252又洗回来 那些老友有没有沽到 我今早就叫他们在252楼上沽 那些老友的信息 看一看那些老友的信息 看一看有没有沽中 哇 准到没有朋友 真的 真的容易啊 在这个位置 看看 准到没有朋友 好啊 先讓我打開那個Skybeard出來 因為看到自己 看不到的 我今天早上9點3 我叫人252 25240到25260沽 又到了價了 2525買回來 可能就到的了 就是這樣 很巧的 這些位置 我們很多時候都盡的 我這些是免費的 我久不久就放出去 去我們Wegger的Facebook那裏 我要跟大家說 有些東西我是應該收錢的 我確實收錢 有些東西我不收錢的 我是不會收錢的 好 那個網友也有問的 有些網友現在就很想買回網了 啊 那個網友來到這個位置 差不多去到10元 9.86元 9.9港元 真的很尷尬 因為127過了 你上面看上去 那個網友是有權 就是有權 128.5 啊 129 他現在唯一卡住他 都是歐 歐盟和他的貿易協議 如果那個貿易協議談到 在這個月已經定生死了 嗯 他越升得高呢 其實是反映著什麼呢 反映著 第一 市場還是擔心 怕他談不到 讓他跌下來 他現在是很有趣的 那個英鎊是在走上去的 但是那個富士100呢 相對落後 好像港股那樣的 會不會追回落後呢 如果你們跟他拼命的呢 就是如果見到那個英鎊真的跌下來 你去買回那個富士 那個富士呢 又是因為被那個 跟歐盟談判那樣東西 是卡住了 所以那個 英國的股票呢 是相對落後的 那那個榜你來到這個位 我追我就不敢追了 你說買的 你要去到 跌倒下來 126那些位才能買的 這些位我真的不敢買的 126啊 125半我才敢買的 英鎊不敢做了 英鎊來到這個位 來到這個位 我有榜的我都想沽了 因為你的榜之前很多朋友 高位買了的 我知道 我看一看那些 那些榜的走勢 買榜 我相信那些朋友 通常都是由10元2毫子 或者10元邊 一直買到下來 9.6的 所以這些位置呢 通常一上回來 那些人才敢買 下的時候不敢買的 那些currency 最低到9元 因為我看回我自己那些 那些盤子 9元最便宜 我建議大家追的 英鎊 嗯 OK 好 澳紐加 有網友都想問一問的 澳紐加 7號 澳洲就頂住了 頂住了 沒有這個隔離措施各樣的事情 所以那個紐西蘭呢 相對呢 就會强一點點 但是 65樓上呢 我又覺得 是貴的 你叫我買 我不捨得買這些位置 反而呢 你倒下那個家園 家園呢 它 升穿了135之後呢 它走去132 130那邊呢 慢了很多 慢了很多 如果你說 你說憧憬 憧憬澳樓加三隻呢 澳洲 高 紐西蘭高 你就搏那隻 加拿大再傻多幾百點給你呢 你就 你就 買加拿大好過 買加拿大好過 其他 其他澳樓我不建議買的 這些位置 我寧願等美金 來一波反彈 它縮一縮回頭 你說67 啊 50啊 68 你買澳洲 再搏它 他說 接下來那個 經濟啊 商品好 到還可以 這些位置真的有些高的 澳洲 嗯 OK 好 那就 就 剛才說了加置 還有油 那油 48元 暫時去不了 38 是啊 40元去不了 所以說錯 40元去不了 38左右 培會 是啊 是啊 那它來到這些位置 我其實昨晚也想買的 有的 想過買 但是又 它又站在那些位置 就很尷尬 37.89 但上去38.23 又上不了 下去它又不穿 嗯 變成你容易買 擺stop容易 這些位置 現在它又有38.23 它如果穿38元呢 它就可能試到去37.5 37.7 那些位置又不下了 嗯 那你試下低買吧 37.7到37.5買 就擺帽子 穿37就給它 嗯 摸上去 看看上不上到39.23 嗯 那反過來 天然氣呢 哇 真的 不是啊 就是它好東西 就是它真好東西 今早早我開出來 我昨晚已經上了 嗯 昨晚已經上了 但是今早早一 一開 因為它昨晚穿下來 17 177 那些位置 那些位置 啊這個位置 那樣落到 像是bottom 落到底 想罵它 啊 誰知道 它今早早 幸好沒有罵 今早早它一開機 無奈 就是它那個 亞洲盤一開呢 它就插多一些東西下去 嗯 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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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到167幾 那167幾 我想它全都打了 全都打了 全都打上來 嗯 應該有 有個盤 被人今早前推出了 五門斬 你看一下 嗯 開176幾 射到167 那幾 下跌了整 80分 所以應該 應該 按照計 這些位置 真的可以買得過 嗯 因為 大盤都砍了頭 砍了頭 那它可能浮著浮著浮上去 浮上去 就是 細細著買 你現在放 15至20分 停 因為今天 起了個 起了個 167幾 那你不能沽的 不能沽的 只可以買 只可以買 OK 那有個網友 多謝文金sir 他在高位 就買了日圓 和買到澳洲紙 之前是蟹了很久 他就說 感謝我們 覺得我們很真誠 願意助人為樂 不要客氣客氣 總之要幫助大家 那些個別股 都先問文金sir OK 首先 9983 那隻物館 支持文金sir提及的 那隻 今天早上可以嗎 今天早上下了 少少 嗯 休息多一兩天 星期五留意節目 星期五留意節目 OK 9983 OK 他是988進了 看看是否再登下 988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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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那天上了 一夜上去 然後下來 你讓他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那些物館很有趣 很多時候市場上升 他縮回頭 那我今早上 我沽了另外一隻物館 因為我昨天低買了 今早上他 他抽了上去 我又沽了 我整天都炒 就是好像開的士 蹲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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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9983 我就沒有 我都想買的 你留意一下他的走勢 他今天走着 開9.6 最高的9.7 最低的9.51 這隻 如果你給我今天 我可能會放在99 9.33那些位置買的 就是可能他閃一閃下去 之後上回來 開市 9.6的收 不怕9.85買 不怕走得掉 走得掉 OK 有個網友 有個網友 不是有個網友 有個網友 就拿著七八把 重貨 問問有沒有什麼 怎麼搞 一六半拿著的 一六半大家就是憧憬兩會 兩會你見到 雷聲大雨點少 這些這樣的大型基建 就好像不是很行 不是很行的 我平時買這隻七八八 我在過半人錢我會買的 那我去到 就是你那個位置 一個六五到過七的 我會走的 嗯 我會走的 如果一個六五買 你都是想著它 兩會行程 兩會行程 它沒有出來 那可能要坐一會 要坐一會 因為這隻股票 如果你看回上面 它過八到兩元 是一個重械貨區 重械貨區 現在這一轉 重械貨區 就應該由 一個六半到一個七號二 左右 就是這一堆 炒兩會行程 那些一路被人折下來的 那這隻股票 你應該怎麼轉它呢 你重貨呢 就 就你逐少逐少 你例如 你見它接近一個半 你賣一些 它一彈上去五號 五格六格 那你就和上面那些 就是我當你 上面有十萬股 那你好了 你下面呢 就買五萬股 五萬股 一上到一個五號半 一個半不止買 我當你 一個半不止買 上到一個五號半 你就沽六萬股 就上面 就扣減減一股 這樣來 大數 扣小數 這樣來減房 來減房 因為 不過這隻股票呢 一個半呢 就應該穩陣的 但是如果它一個半都站不到 真的要小心 這隻股票是傻的 傻的 下跌就不多 不過就拖你時間 現在最痛苦就是 有時候買了股票 你知道它是優質 但是它不走 這樣就麻煩了 這個就是麻煩了 沒錯 好 那就金講了 麻煩扭回前一點 金講了 最後尾期 文金常有沒有什麼三四隻 看看有沒有什麼位作參考一下 好 等等 美股今天正在升百多點 再夾 不斷氣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逗港股嘛 逗港股 那個美股不會下跌的 給你股票 五零樓上 五零樓上 這些位應該吃股的 如果買了道指 買了道指應該吃股的 開淡就五二七五 五零樓上開淡 又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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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 應該它今天早上是中過一些 賣上來的 二七三不穿了 還沒淡可以的 二七三不穿了 不要淡過 那個道指 這個標譜 3210以下才可以考慮 可以考慮股 去到 去到 32邊 或者 3190幾 你要買回來 要穿 穿90才不對板的 那個 那個 標譜 是 是啊 蠟子 唉 蠟子其實我昨晚是沽過一圈 剛剛在那頂沽了它下來 跟著買回來 它跟著 才抽上去 蠟子 一零一零一零零 一零一零零 一零一零零 沒有那麼大隻甲蠟 讓我們上到一萬零一百 沽啊 嗯 蠟子 你們如果想淡呢 你就一定要低於9930才能沽的 嗯 sell stop 就簡單 就是穿9930你就最沽 是 不穿9930就不能沽 嗯 Russell 1502 那個sell stop 就是又是了 你如果Russell呢 你穿1502呢 你就沽它 它 如果你想買 你在007那些位買 那個stop你就買在02了 記住 嗯 OK 嗯 有個網友就奇蹟 最後252 那它就 可能駁穿252上面 那就 乱惹 OK 那就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建議 握上去 252握了 它現在還 哎 它是會跌上去的 你看看要過 嘩 哎 A股不對板 A股是呀 一開始今早都沒有什麼 沒有升的 基本上都 你要它去上回 這個位置 252追 哇 252追 你的stop應該是 一 一二零那些位置 你今早早 抽來 昨天也是 它現在下來 它正在炒昨天的pattern 其實 嗯 它正在炒昨天的pattern 252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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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看真些 今天和你看真些 252 那些位置是沒有理由 那些位置是股 不是買了 啊 252能踢穿 255 256應該是這一波的司令來的 252買了 你的stop 你要放回 940 其實你穿stop 利心力出的了 你穿940 你真的要小心 不是人這麼笨 穿了 說著說著 你穿了 救不回 嗯 救不回 你貼近 你彈回上去 現在你彈回上940 你就很加沽 差不多 因為出離心力 沒有啊 這東西 這東西插下去 248 這東西可能插下去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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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不穿都沒事 248 20穿了今天都沒得玩 下面買 買的呢 穿位 890 但是你倒一下 你倒一下 是不是890 24890是可以買的 你上回920就不用怕 就是現在24920上得回不用怕 你上不回920再穿890你就真的要剪掉它了 OK 好謝謝明錦Sir 明天就10點半左右 OK OK好拜拜 拜拜 哦來到10點46分 嘩今天真的有很多問題 OK 稍等一回 今天 准备同鍵充劑 回來早晨在京直播室 即將開始了 好各位網友 歡迎來到早晨在京直播室 繼續留在RECA FINANCE YouTube Channel 我是Kelvin 感謝大家 10點48分 今天有很多問題 有一位提及的Nicola 被譽為明日之Tesla 它是一些用氫氣研發的大貨車卡車 那我就不熟 所以它之前收購合併完之後就嘗試 嘭嘭聲 由幾十元炒上去 差不多八十元 這些相當之厲害 但我真的不熟 所以給我做功課 明天我做不做功課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喜歡大家給我做功課 這個我不熟 當然 跟Tesla最大不同 我們全都認識Elon Musk 但Nicola那個人未知是誰 我要做個功課 但是會不會有人說 Tesla炒得這麼瘋狂 轉來炒這隻呢 也有可能 但問題就是 炒得多高呢 這些真的不知道 所以 給我做功課 OK 第二 首先有網友 我不介意我借一借個個案 當然我說過 我不是一個懂得炒其子的人 但是 我可以有糟糕的經驗和分享 我沒有成功的經驗 但是你避了我糟糕的經驗 也希望幫到你 首先252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就是 你覺得 勢好像很厲害 你現在就覺得跌下來 那時候你覺得勢很厲害 上去252 那 穿了252 高追 比如說美股那麼強 是合理的 這個是有一個Logic在 所以說 藝術在哪裡 就是你怎樣設置止蝕 如果你是252的一個位置 那252其實就是止蝕 因為你看看他穿了252 如果跌回到252的話 其實你就要走 因為你這個理論錯了 因為穿252會繼續升 那你就問 如果穿252我就買 那會不會一秒鐘 一聲就止蝕 其實是的 沒有 這個就是 入市位 即是怎樣用 指蝕位 以及入市位的盤算 就是 那你怎樣為止穿了252呢 這個是沒有絕對答案的 穿10點就可以 穿50點就可以 穿100點就可以 那你去到26,000 當然穿了252 但是26,000 你已經升了800點 你還有多少水位呢 所以你要教那個位置 就教得很有藝術 如果穿得不多 比如說 剛才最高升了多少 我看一下 看看252 剛才最高是25255 OK 期貨 那50點也可以 如果25255 我去追的 250去追的 我就放50點止蝕 那你最高就輸50點 操作就是這樣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如果穿了252 我止了蝕 他跌了一點 他突然又上254 我眼白白看了他 我穿了252 要不要再追 這就是炒旗子的辛苦之處 我經常都說 炒旗子在這麼多種投資裡 最辛苦的 最難的 其實這個節目我不會說 不要看別人的 好像贏很多 無論炒旗子 無論炒旗子 一定是輸多贏少的 你不一定要炒旗子 OK 但是如果你炒旗子 一定要做止蝕 而那個止蝕 是要你成為一個本能式 你一入市就要想止蝕哪個位 哪個位 take profit 如果升的話你怎麼做 你是不是推上去還是推前置蝕 你沒有這套本能反應的話 你進去就好像進去一個戰場 OK 不要緊的 繼續加油 記住不要入市之後 看然後free 4 4到你不知道去哪 我猜他不穿255 我猜他233 253 254 255 又坐在那裡 不可以的 一定不可以這樣做 另外一位網友 任介意又分享一下 他就說 喂我輸到PK 我升又輸 跌又輸很多 那你就說 怎樣賺回 記住這個心態 第一件事 如果你輸很多 你就不要賭 不賭 輸少一點 慢慢賺多 這個金融市場最傷是哪 我不是場內人 但我也是半個金融人 實際是2004年 我都做了金融業 十幾年 都叫不同行業 最傷是哪 我自己也是 你想一鋪翻身 那一刻是最傷的 文錦sir經常都說 通常那一鋪就拿你命 你打算翻身 你輸兩三成 你打算賭回六七成上 那一刻就令你絕本無跪 千萬不要這麼想 輸了很多人 不要賭 我聽到你的語氣 其實你已經在賭 賭和投資最大的分別 投資是有計劃的 盡量把運氣的成份放低些 把賊量的成份放高些 投資很悶的 很悶的 不刺激的 不是大時代的 上 賭罵就可以 投資就沒有 投資定了計劃 放在這裡 走了 做其他事情 除非你炒其子 所以不要緊 大家努力 繼續努力 網友又點唱 很感謝網友點唱 非常好 有一個問TVIX 問VIX指數兩倍 看淡 VIX是一種超級最難炒的物體之一 昨天升了少少 現在期貨到27 如果以市況感升 其實它也是高的 所以你說看淡 它 又無可厚非 兩倍 因為昨晚跌過一下 它又升了少少 但是 以我經驗 VIX真的很難 很難炒 第二 它保持這麼高 看你怎麼解讀 市升度這麼高 它也不是跌很多 它是不是跌落下跌的空間有限 而我看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市升到 NASDAB創新高 仍然是26、27 我覺得它未必跌很多 除非它一直升上去 所以我也不太看得通 我只能說 如果你買這個 紫線 你真的要小一點 然後紫線 可能高一點 它一天都可以發跌十幾二十個巴仙 你看 它最高800 如果我由200元 拿到800 那就發達了 這些 永世看回頭也是這樣 油價 如果我期貨 由0元拿到40元 我就發達了 沒得這麼看 OK 沒得這麼看 你看到長期感低迷 我覺得 我覺得FIX的衍生工具是難炒的 當然我們群組裡面有些高手 就是炒Option 這個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研究一下 另外有些Jeremy 點唱是想說中國CPI 又提一提 我覺得對市的影響不是太大 我先按數據 看看 這裡 OK 先說一下CPI 先說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年增2.4 跟上年比2.4 PPI就跌3.7 OK 年增2.4裡面 第一是低於市場預期 農村升得多一點 食物升了10% 在七個指標裡面 有四樣是升 三樣是跌的 大家最關心就是食品價格 如果以年計 食品上升10% 食品煙酒加上升8% 另外豬肉升了五成 如果跟上年比 跟上年比 那就 只是食物煙酒那裡 已經差不多佔了所有CPI 主要都是食物和煙酒 如果逐個月計 跟四月計算 其實是跌的 農村又下跌 城市又下跌 食物又下跌3%左右 你問我 如何解讀CPI 數字是死的 但是解讀就好像看上 如果以往 正常的CPI 放在上年 我也是帥氣的 平穩 因為經濟增長 例如放緩了5-6% 然後你的CPI 也慢慢收窄 我覺得可以 但是 到了今時今 這個 當GPI大跌的時候 也在印錢 這個CPI 就一般 為什麼 因為有少許通縮的憂慮 你看到它主要的增長 都是食品 而這個食品 很明顯不是因為經濟增長而升幅 是因為它的供應問題 可能是來貨問題 不夠農產品的問題 然後 扣除食物以外 差不多沒有增長 住屋又跌 交通又跌 這是有通縮的壓力 我覺得這個CPI 是不英俊 但是 中國經濟當然有問題 當然有挑戰 很簡單 我本來買一個手機 你別管我買小米 我買二千元 現在我要地攤經濟 我買手機學 你整個經濟活動 價值是否會有很大的壓力 可能是因為這樣 所以A股跌 可能是我不知 我沒有看A股有什麼新聞 A股為何今天 A股今天一開始也跌 是不是只關於CPI的關係 我不知道 我未看外面的其他分析 如果有網友提供也可以分享一下 大致上就是這樣 大家還有這些問題 又這樣說 這個世界總有人贏 你覺得是否全部都一定會輸 又不是 這個世界總有一些很聰明的人 我有沒有見過炒期貨 有沒有見過炒股票 當然有見過 但是回到你那裡 不要說怎樣炒 你以為買一本書 然後回去自己看完 之後自己可以炒贏 沒關係 你做多少功課 我又這樣說 如果你每天拿五個小時來研究 一研究股票連夠期指 我覺得你是有機會差贏 這個就是那個情況問題 第二就是我做十幾年 我不是只做trader 我做了其他事情 我是做trader做了幾年 然後發覺不適合 好 那就是這樣 講今個禮拜的新聞 首先講講昨天 昨天 昨天 美股 日內創了一萬點 最強的幾隻 Faang 其實應該叫Faang 但不要緊 叫開了 差不多全部都升 Amazon Apple 超級厲害 真是走漏眼 之前還有個網友說 可不可以分段買Nesdaq 我還說 你先看好一點 我喜歡不斷升 所以真的沒辦法 很難猜 但Dao中是小心 因為Dao中差不多 全部成份股都下跌 而是很多 炒開經濟復甦的板塊 終於獲來回肚 航空股下跌 航空股下跌 所以真的很難炒 聯合航空 達美航空下跌7-8% 然後郵輪股 那些什麼Carabin 加連華 也都下跌7% 那就小心 也會不會我之前所講 當經濟真的正式重啟 大家就要Price in 就開始獲利回肚 但未知 不知道它回氣 還是炒板塊 真的不知道 總之 昨日 道指差不多全部都下跌 波音又下跌6% 昨日星期十幾% 所以這就是我不會建議大家炒 為什麼呢 因為它5月交了多少貨 交了4架飛機 波音 這麼大公司 整個5月交了4架飛機 於是股價下跌6% 另外雷神Ravion 都是下跌5% 什麼都下跌 道指差不多 只是Nestep就叫做頂住 另外 提到Apple 有什麼重大消息 接下來 6月22日 Apple又舉行週年公佈大會 今次有什麼期望呢 期待Mac會用自己的CPU 之前是用Intel的chips 看看是否真的公佈出來 如果是的話 Mac就向它自行 延發所有晶片 賣進一步 Intel股價跌1% 另外還有個別股消息 這件都挺過癮的 就是Tiffany Tiffany 之前被LVMH收購了 我也報導過LVMH的CEO 真是專門進修天下兵器 這是銀河艦隊 但又行 又行 越收越厲害 最後160億 宣佈收購Tiffany 成為LVMH最後一顆鑽石 因為LVMH主要是在時裝品牌 餐飲 在珠寶方面 未算是最厲害 收購完之後 就超厲害 但是 人們就傳說 今次疫情會不會有變化 Tiffany剛剛有個業績公佈 說沒有的 沒事的 是會繼續收購的 她的業績第一季差過預期 不過中國銷售開始升了 所以股價也升了差不多2% 另外還有個別股新聞 剛才說過 CHK 昨天爆升 升了差不多70元 今天就爆跌66% 所以高追真的很恐怖 傳出可能會準備破產報復 Chapter 11 暴跌66% 希望昨天問各位朋友 起碼也會離開 昨天我記得一位網友說 之前有ETF輸了 把CHK賺進去 所以 這個就是人的心理 就是 你升了兩倍 你就很想她再腳升 當然她是有機會腳升 也有機會像CHK一樣 一個新聞 一聲跌回七成下去 你說你怎麼知道 是沒有得知的 碎肯咖啡 之前插到我媽媽裡面可以 現在又 那天復牌之後又爆升 你說早知道我最低位買 扭轉自己的想法 我們不要想做才知道 這件事 我們策略就是 就是為了我們 預知不到未來 去制定策略 就是這樣 OK 好 那就說完 那些大約個別 古新聞 今晚聯儲局開了會 其實有什麼最重要公佈呢 就是關於這個 可能會宣佈 這個叫Yield Curve Control 這個呢 都蠻驚天地入鬼神 簡單來說 她不是QE QE是什麼呢 QE就是 我是聯儲局 我就去買那些國債 買完國債之後 我盤數上面就有很多國債 那些錢從何來 因為我是中央銀行 我買完那些錢 那些錢就會又放回中央銀行 但是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買了國債 就可以壓低債息 現在這個息口 長期大規模發債 而息口又這麼低的話 大家開始怕它一聲就反彈了 就說有沒有債的危機 你想到他也想到 所以就想了一招 就是我做一個上下限 就好像最簡單的想法概念 就好像聯繫活率一樣 七七半七八半 題外話 金管局又接美元沽盤 這件事真是詭異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套式吧 那就不要理他了 不知道的東西就不說了 好像聯繫活率一樣 但是把這個概念放在國債那裡 什麼意思呢 就譬如十年債 我就訂一個波幅 我想它在這個波幅 譬如低過百里的話 很多人買債 聯儲局 訂回到市場那裡 高過一來的話 大家開始訂債的話 聯儲局我買回 這個其實就完全不是市場經濟來的 但是世界的事情是這樣的 你搞得好就可以了 聯儲局的存在就不是市場經濟 聯儲局的存在就是操控市場 量化寬鬆就是操控市場 無限買債就是操控市場 但是你寧願它頂著股市 你炒的你寧願頂著 所以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道理 好了 那何謂一個叫做 Yield Curve的control 首先就說了 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就是第一 給多一個信心 債市的市場 現在最怕什麼就是 嘩如果30年 一flip flip回到兩來的話 那就很大量的 那時候債券的基金 又爆創 於是聯儲局就是 好 總之高過某一個限額 不知今晚會不會出這個消息 也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當大家一起去買債的時候 例如高過0.8的 聯儲局就可以放回債出來 那它的平衡率就不用那麼大 你問我就很屈肌了 連債市你都控制在range那裡的話 如果你真的實行的話 我想對於美債來說會有信心 現在問題就是range要怎麼定 這個就是今晚大家最關心最留意的 就是會不會說這件事情 另外呢 江麗克說一些債就說一下他 那他就昨晚 其實前天又是出一些tweet 還有公告 那他就說 如果 他就期待 另外呢 Fat是會出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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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自己拿著 如果高於某一個位 什麼意思呢 就是譬如你買股票 它是有個上限和下限的 譬如買這個 騰訊的假設 大家投票 其實你喜歡這種玩法 譬如說騰訊的假設 雖然股票和債券兩回事 純粹是一個比喻 高過450元 OK 政府就無限扔回騰訊出來 低過400元 政府無限買的 你喜歡這種玩法 其實是很不市場經濟的 但是 當你的國債 現在去到這麼龐大的數額之後 又摸口飛 有個穩定機制在 講來講什麼 他就 他就說 現在的債券壓到很低 但是 30年的債券 如果過了兩厘的話 就可能會有少少恐慌 因為現在5年和30年的債券 就撐到很闊 另外他也說 沒有了 差不多了 還有一點 他就說 現在未估股值高 接下來可能會看跌 相信也無妨 之前他也看得很準 但是他就說 公司債的降級撤匯來了 接下來經濟衰退的機會都高 他仍然是體探美元 他覺得體探美元 還有覺得看好黃金可以去到新高 這是江賴克的講話 另外 另外 就說一下 不好意思 還說一下數據 歐盟 歐盟就說了 歐盟剛剛說完 匯率上升113 都挺厲害的 但是 其實數據真的一般 第一季歐元區 GDP跌3.6% 不過這樣 算是好過預期 但是也算是這二十多年來 就是最大的跌幅 3.6% 另外 德國的出口也跌得很低 4月份出口跌24% 德國4月份出口跌24% 我覺得德國也有點難捧 另外 貿易順差就大幅收窄 因為出口大跌 去年 一跌24% 跟上個月比 跟上年比是大跌三成 不過德國GDP第一季就不算很差 但是第二季似乎都挺大 如果第一季跌2.2% 第二季應該更大 第一季裡面 有哪個歐洲國家 還有一升 你們真的猜不到 原來是愛爾蘭的 我想說說G7接下來的國際形勢 看看有什麼評論 好 過癮了 我最喜歡說一些國際形勢 先說德國 其實大家 我也忘記節目有沒有提及過 這又回到推背圖 有一點關係 德國為首的歐洲 現在一定是中美的磨心 你看看德國的出口數字 你也會明白為何他難以跟 好像你美國佬這麼囂張 高調和你中國對抗 因為你美國佬是買家 但是我德國是賣家 如果你沒有中國市場的話 德國經濟就更加嚴重了 之前在討論過G7 默克爾不是很想去的 然後美國佬出了兩招 一招就是 你不開 我退後一點 但我找多些人進來 我想找印度俄羅斯 南韓等等 我搞D11 或者D10 或者G11 如果有俄羅斯就不是D10 就是G11 其實就是再攤勃一點 德國法國 再找多些 跟他一起 想和中國片的盟友出來 這個也是在推背圖說過 第二招就是在德國撤軍 這招也挺兇的 他聲稱說 不是 我撤軍不關默克爾不來的事 分析就是冰封三尺 話說美國佬當然不妥 德國很久很久 兩方面是不妥的 第一件事就是關於軍費 其實美國駐了很多軍 因為他是北約成員國 最多軍隊出來都是美國 其實之前他在德國有幾萬兵 那時候用來做什麼呢 或者北約的源頭 就是對抗蘇聯 就是對抗俄羅斯 美國就說 你要我出兵 要交保護費 大家攤分一下 德國就不肯 這是第一件事 你知道美國特朗普的風格 都是不給軍費 除了我就撤兵 他是不理你 第二件事就是你德國和俄羅斯的態度 我北約一起對抗社會主義也好 極權也好 你和俄羅斯那麼好 何是好朋友 之前也說過 那條管道直接穿西伯利亞 由俄羅斯直接對天然去德國 對於德國來說 是無可厚非的 因為你是希望戰略石油儲備方面 能夠有一個保持 對俄羅斯來說就好 我覺得俄羅斯 真的是一個 就是他賣軍火而已 他是賣油賣軍火 他說知道你誰打誰 總之有誰有客人就可以了 但是德國這個做法 其實就令到以美國為首相當拔門 因為怕他黏在俄羅斯方面 這兩個因素之下 就令到德國美國有這樣的撤兵做法 整個世界都是圍繞著中美開拖這件事去演變 其中你看看你站在哪個位置 東歐我沒有說過一個地方 但也不代表他們 但也是有一支新聞值得看 譬如波蘭就過癮了 波蘭說什麼呢 這個華沙 這個就是他的首相 我不會讀的 Matsuznovoski 什麼呢 希望美軍在德國搬去波蘭 這些就聰明了 其實這個mindset是跟東盟一樣的 中美開拖 那些廠搬搬來我這裏 我歡迎 波蘭也是這樣的情況 之前美國人是這樣的玩法 你德國這麼囂張 我便和你波蘭做朋友 第一在戰略上 波蘭也是一個可以頂著俄羅斯的地方 第二當然是用來制衡德國人 之前挺高調請波蘭總理去過白宮 所以內文手上也這麼說 希望美國一如之前所說 將一些在德國的駐軍搬去波蘭 這個大家就留意一下 看看這件事 看看德國的取態如何 我們剛才說起東盟 其實之前我也一直有報導 無論馬來西亞台灣 都是給錢去吸引外資 有個國家我之前提及過 但是一直都搞不棄 就是印尼 印尼終於你都很慢 但是都跟著隊 印尼政府剛剛有一個新聞 就跟印尼總理兼海洋事務 和投資協調大臣 就說安排美國企業進入印尼的免稅區 就是自貿區的朋友 其中包括爪哇省的肯德爾工業園區 他說目前有二十多間美國企業 已經有興趣了 很簡單就是免稅 優惠 引你進來就是這樣 之前BOOMBERG已經報導說過 印尼其實是幾有條件 去做一個新的工廠大國 因為他第一的人口 他也是有幾大的勞動市場 以及有很年輕的一個市場 但是因為他的規則 譬如找外資的規矩 就很麻煩 所以在2019年開始打貿易戰 資金湧去東盟的時候 越南 馬來西亞 泰國 就領得最多 最強的越南 但是印尼的外資是佔GDP極度少 極度少 看看今次會不會 真的可不可以 後來居上 有個數據說出 由去年十月開始 就由生產基地轉去中國的三十三間全球企業 三十三間 裏面就有 等一下 有二十三間去越南 你說越南就沒有好處 越南真是真的 另外其他剩下十間就是馬來西亞 泰國 柬埔寨等等 但都沒有去印尼 印尼就車反省一下 另外G7 看這些新聞 G7之前其中有國家說說日本 因為英美加 高調聯合聲明 反對中國在香港立國安法 日本就不想簽署 其實裡面迴響都很大 本田歸幼 還有些什麼紙 都出聲 日本就說因為想和中國改善關係 正常 因為日本和德國其實情況都很相似 你要看著中國的市場 但是日本國內的迴響就大很多 比德國大很多 安倍晉三就有一宗新聞傳出什麼呢 就說他想在這次G7會議裡面 他帶頭去讀有關香港情況的聲明 那就不知道他說什麼 不過對上一次安倍說關於香港 他只是說密切關注 以及強調一國兩制很重要 這是廢話而已 究竟安倍會不會說一些硬正的事情 或者跟進一條線 這則實施目以求 但是G7不知道什麼時候開 現在還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否只有七個國家開 今年應該是相當好看的 郭太應該沒什麼興趣 現在是最想聽的了 差不多了 好 看看你們的評論 這個波蘭總理有點英俊 3126 這是什麼ETF 現在真的好多ETF 3126 挺帥的 對呀 我又做功課 看看他買什麼 好 稍等一下 先把他抹下來 3126 OK 蓬佩奧說匯豐握打就更了 蓬佩奧現在每天都說了 他現在全力以赴 因為中東那些東西他分到工 譬如之前說過波蘭德國撤軍 那個memo是Robert O'Brien去搞的 現在整個中東和整個北約的東西 他可以扔給Robert O'Brien之後 蓬佩奧就專門搞你中國 這個就是頭號 所以這個是頭號的中共敵人 這個就是 地攤經濟被斃平 很多消息 地攤經濟 譬如說 城管 竟然又不讓你擺地攤 變成逼你擺地攤 這個再跟進 好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 感謝大家支持 今天是星期三 相當多節目 然後還有今天FVLive 昨天的FVLive 真是可圈可點 然後還有收視有東西看 也是一股定說的 同一節目 明天10時再和大家見面 Thank you 拜拜 好